香港的大自然和野生動物都很值得我們珍惜 作為中文大學地理系的畢業生 我們希望透過環境教育做到保育 除了對野生動物之外 對人類大自然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資源 好像水、食物、能源都是來自大自然的 我想為下一代保存著天空上的彩虹 我們可以盡量用多些公共溝通工具 減少空氣污染 以及用再生能源 例如太陽能源 為了保護環境 我嘗試減少氧氣氧 我喜歡逛逛 不斷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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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我們想為下一代保存很漂亮的林木 自然就要減少用紙 例如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會用手機 不需要印那麼多文件出來 公司其實也會就着所有廢紙 會回收給環保公司循環作用 保護環境的方法 就是想利用upcycling upcycling就是指 將一些沒用的東西 加以利用變成有價值的東西 就像我手上的酒瓶 我將它畫畫變成很漂亮的裝飾品 或是像我帶著的頸煙 都是用酒瓶造成的 我們很想保存全球的海洋生態資源 和我們漁業的保護 如果要保存海洋的資源 最重要是每次吃海鮮之前 都停一停 想到它的來源還是在哪裡 它的暴裂方法是什麼 從而可以知道有什麼應該吃 什麼不應該吃 能夠減少 我們有關於 地球的地球 公司 對我們有關於 地球的地球 暴力的地球 所以我認為 我們可以減少 全球暴力 通常 我們可以吃多餘 吃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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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多餘 升降機器,如果能夠減少空氣渦和減少空氣渦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家 不僅是我們的喜愛,也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真的需要保持人物,讓未來的年輕人享受 香港的星空其實是很美的 很多地方晚上都開著燈,令我們看不到香港的星星 如果我們可以減少光污染,把沒用的燈關掉的話 我們就能夠欣賞到很美的夜景,就像這樣 Fill Research Protection